寒假开始了 今年桃园的学生将会体验到 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寒假作业 无论让学生在休假期间 也可以继续发挥想象 从生活中学习 桃园市各国中小寒假作业 变得超级活泼 从改编电影《面影娘》的结局 到认识时安等等的议题 各校发挥巧思 让学生快乐放假快乐学习 随着时代的进步 多元学习的年代 正式来临 而学生寒假作业 也已经打破以往的 潮潮写写模式 今年教育局为了鼓励学生 创意学习 开心放假 寒假作业有各校制定专属模式 让学生可以从生活探索中 收获满满 我们这个传统式的一个 模式的一个作业 我们已经都不再使用 我们采用那种多元性的 一个比较让孩子 有创意性的 一个寒假作业 让孩子在体验或是操作中 去完成他们的寒假作业 我想这孩子也会比较高兴快乐 其中志强国中也结合食品安全的议题 让学生借由介绍食品的相关报道 了解添加物和食品标示 除此之外 学校在寒假作业中也将电影念影量置入 让学生改写出属于自己希望的故事结局 你对电影这个行业很有兴趣 你会想要了解电影的相关知识 让你写一封信给侯小贤导演 你会写些什么内容 让孩子去发挥创意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 对于念以娘的身世跟经历 在看过之后 透过你的想象力 跟你的写作 阅读跟写作 还有这个视觉上电影心上的一个角度的结合 你来帮忙改写念以娘 她的未来 还有故事的发展会是如何 还有大有国中 则是希望让学生写下 住家附近所见春联内容 以及吉祥话 开学后能分享心得 三顶国校双容国校 则是注重寒假期间的生活教育 希望学生能多多帮忙做家事 运动健身 做好品格表现 自主准备开学事项 教育局希望借由梁生定做的寒假作业 让学生在寒假中 有不一样的互动学习 唐熙文董珍娜采访我到